剪刀 先剪刀 這樣 慢慢有黏到 剪的這個 這個叫做雜質 家中回收的紙類 塑膠袋 到了環保站 還是要再次分類 台北永康康復之家的住民 來到慈濟大同聯絡處 體驗做環保的樂趣 學做環保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可以學到知識 然後也可以教導別人 怎麼做環保 康復之家袁永青老師 發現每天製造太多垃圾 浪費資源 藉由這次活動 讓住民懂得珍惜資源 延續悟名 我積極地想推廣 讓我們的住民 能夠把這些垃圾變成黃金 影片傳遞地球暖化警訊 永康康復之家的住民 也更能體會隨手做環保的重要 大愛新聞專上美志工鄭博人 台北報導 永康復之家 資料 也許 旅行